請起立 騎著 請坐 各位同心大家好 我們這次要跟郎伯伯的人 越來越高興 表示說我們的一些進度 越來越 越快 越來越快 首先我們這次郎 我先主要介紹 我是台灣民進府司法部林英成 我首先做一個調查 我們這裡有人聽不懂法語的 聽不懂法語的 有沒有 沒有 那我們這一屆那個 我們的台灣貴族 比較多 所以我這一屆課我就 用華語 盡量用華語下去講 有一些 有一些我們 有一些我們台灣的一些情感的部分 我會用台語的部分去發揮 這一屆課我們要來講 那個 台灣民政府的司法改革 我們以後的司法怎麼做 那轉型正義怎麼做 還有最重要的 我們是誰 我們要向誰效忠 這個題目實在是 對全世界的人來講 這其實不是問題的問題 不是問題 我們是誰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那在台灣 因為被美國還有中華民國政府 被他們模糊了 六十幾年 那我們現在慢慢要知道 我們自己是誰 我們才能夠找到自己 在政治上面 能夠繼承的權利跟義務 你要認住老白 你才有辦法嫁成老白的財產 你不要去認鑑鑑 中華民國是鑑隔壁的 中華民國是隔壁的人 那他沒有台灣的主權 那我們台灣人 也沒有辦法繼承他的權利 我們都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來講清楚 那我簡單做個調查 有沒有還沒上過初級班的請舉手 哇 這麼多人還沒上過初級班 那我從頭講 我從頭講 講清楚一點 首先我們要知道什麼叫做正義 全世界的那個正義的形象 這是共同的形象 這是Justedia 這是古羅馬帝國的時候 有一個象徵公平正義的女神 她是作為那個法律基礎的公正道德的形象 這是一個形象 那我們可以看到Justedia 她是一個女性 為什麼要女性 因為這只有女人才有母性 母性是來自於什麼 自然 母性會 男人會孤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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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孤兒 才會孤兒 所以什麼人 做了那個違反 那個正義 那公平正義的事情的時候 她的處分能夠獲得有限度的赦免 孩子 就是跟母 那個母親 跟孩子 才能夠有限度的被原諒 所以司法的部分 是全部一律公平嗎 我跟各位報告 不是 可是 有一個重點 她必須要是未成年者 未成年的人 才能幫她 做一個 有限度的原諒 有限度的原諒 當然她在學識的當中 在未成年的時候 所做的一些作為 一些作為 都不能夠做為她本身的 所謂的被約束的那個意志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是一個用女性的一個形象 不是男生 正義之神是女性 然後她手持 那個懲兼除二的 絕對制裁力的 那個劍 那這個劍是來自於立法權 所以是先有立法 才能夠司法 所以這個要跟各位講清楚 先有立法 才有司法 那以後我們台灣民政府 會先有參政議會的一些法案 通過之後 我們就按照法律 下去指示 而不是用個人意識 不可以用自己 反應跟我 今天這個 這個要做某些 他跟我玩家 他如果來反應的時候 我跟他家跟他 打三個 變形 不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制約 就是來自於立法權的制約的保健 然後另外一手拿著 表示公平的審判的天平 一律都是經過天平 然後眼睛把它蒙起來 無視被告的容貌 權利還有聲勢還有地位 那中華民國目前的司法狀況是 有錢打三個沒錢打四個 你有錢把你拖 大門把你封起來 大門讓你沒有路可走 然後他們家有後院 後院就開放了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後面要來勉強 不可以這樣做 我們不能夠用這種方式 首先我們來 知道我們到底是誰 我是誰 我到底是誰 你怎麼知道你是什麼人 你知道你真正的身分是什麼嗎 知道的人請舉手 這個問題其實 再簡單不過全世界的人 跟他問說你是哪一國的人 他們都很清楚他們是哪一國的人 秘書長說 那個我們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 全世界人都很清楚 這不是問題的問題 為什麼我要從這個地方教 因為我們被國民黨 污染了60幾年 我們甚至被教育成 像我做小孩的時候 老實說我們戰勝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八年抗戰打日本 結果我想說不對 我阿公阿嬤是本人 他會變這樣 我一直在我們台灣人的心目中 打了一個問號 奇怪的 我明明就是日本人 我們阿公阿嬤他是日本的時代的人 然後為什麼 我們會變成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中華民國又不被全世界承認 我們到底是誰 其實這個問題 不只是我們自己在問自己 這是李登輝李先生 中華民國的總統 阿彗伯 他寫的莫寶 一個九十幾歲的先輩 我們台灣的先輩 他還經過日本時代的那個做生命 他會做這個事情 結果他外到九十幾歲 還在問說 我到底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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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是不是我的我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問 因為他目前沒有辦法 因為他還在 領中華民國的退休金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正面的 來做 做一個說 來跟我們民進府一邊 到三港 所以他寫了一份莫寶 然後讓大家看 給大家看 給你們問 問你們自己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是不是我的我 在給你們問 這個我是什麼 代名詞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要叫你們大家 要請大家 馬上從這個地方去思考 要開始去思考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我的我 他在問什麼 台灣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還有 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比市長 衍生 他說 國賓飯店 是不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國賓飯店 是不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我是台灣人 那我到底是誰 按照國際法 我的國際 我的國際國際法 的那個身份 我的國際到底是什麼 我們到底是台灣國 還是說中華民國 還是那個清帝國 還是大日本帝國 還是現在的日本國 到底是哪一國 全世界只有台灣這一塊地區 不知道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因為民國三十八年 1949年的時候 被接近兩百萬的流氓難民 過來污染 那我們一千多萬的台灣民眾 去學一百多萬人的教育 他們說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其實是錯的 台灣人是中國人 人家的教育是給流氓難民學的 結果我們台灣人去學 別人的教育 我們自己沒有學自己的教育 那台灣是什麼台灣 日本是什麼日本 我應該要對誰效忠 這副孟寶很有趣 他是一個疑問句 我是不是我的我 打一個問號 然後阿彗伯 李登輝先生 他已經給你答案了 他的答案是怎麼念 一樣是這幾個字 我是不是我的我 他已經給你答案了 這個是問題也是答案 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們台灣人 不是台灣的台灣人 我們來簡單介紹 我們大家都說公民國民 我們台灣人敢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只有公民才有所謂的 選舉罷免創制覆決權 公民權對不對 我們在中華民國的體系下 公民與道德的教育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有學到這一點 只有公民才有投票權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林詠誠 中華民國發給我的身份 是國民身份 他沒有給我公民身份 所以這次我沒有去投票 我沒有去投票 因為我不是公民 我是一個很守法的人 我很修法 我不是公民 因為外國老師幫你教 公民才有選舉權 結果我們今年選舉的時候 相信大家知道 台北人都去選舉 我們可能都會支持我們台灣人 不過這是情感因素 在法律因素 在法律上的定位 請你們自己拿出來 看看自己的身份證 中華民國 他給你的身份證 是什麼身份證 是給你公民身份證嗎 如果是公民身份證 請舉手 沒有耶 那今年有去投票選舉的請舉手 哇 這麼多人 所以你們都違反憲法 你們都已經違反憲法了 你是公民身份 還是國民身份 拿出你的身份證 看得很清楚 我們繼續延伸 不是公民 不是公民喔 你們又去找那個領票 是不是已經違反了法律 那1895年 台灣藉由馬關條約 永久割讓給天皇 中華民國1911年建國 然後1945年 大日本帝國戰敗 藉由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委託蔣介石來代管 然後我們 那個流氧憲法 我都稱為流氧憲法的主權領土 主權的領土跟主權的人民 規定在憲法的裡面 他有規定他的國家的 那個領域嘛對不對 他有規定說 他的人民是哪些嘛對不對 這在憲法裡面都有寫喔 結果咧 我們 他是在1911年建國 1911年的時候 台灣是誰的 日本的耶 然後隔了30幾年耶 他才來 30幾年才來的 他當時去包括台灣 沒有啊 從來沒有 從來都沒有 因為他們1911年的時候 建國的時候 這裡是日本 甚至 中華民國 當初還在 我們那個大稻埕那邊 那個林本園 林本園 他的店那邊租了一塊地 建設一個東西 叫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叫做中華民國駐台北 總領事館 我要請問各位 總領事館是在外國的機構 還是設在本國的 外國啊 總領事館 竟然 中華民國總領事館 在台北耶 那為了我也 甚至可以跟你說 現在在華蘭銀行那個地方 台北市 華蘭銀行那個地方 就是林本園的土地 林本園的地方 那所以中華民國 對台灣來講 是外國還是 國內 當然是外國 當然是外國 中華民國 所以我現在要改做流亡 他是流亡者嘛 所以他叫流亡 亡跟民加起來是什麼 亡 所以這怎麼念 流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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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國什麼 土匪嘛 土匪國的憲法 有效公民 沒有參加選舉 中華民國的有效公民在哪裡 到他那個他們自己講的到東北三省 那個那個新疆 新疆那邊 然後那個那個蒙古 那個四川 那個甘肅省 湖南省湖北省 浙江省福建省 中華民國的總統不是他們選的喔 結果是誰選的 外國人幫他選 誰是外國人 台灣人幫他選 莫名其妙喔 所以全世界覺得說他 這個 國家的總統存不存在 不存在啊 所以中華民國存不存在 不存在的原因就是說 他叫別人選他的總統 我們也要故意啦 我家 有四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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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太太還有兩個小孩 要選豪長 當然兩個小孩不能選嘛 我和我太太要選豪長 不可以叫界別來幫我們選 有這個事情 只有豪長而已喔 怎麼可以 不可以啦 你免得去人家 別人家的事情 不行喔 我們怎麼不一樣 結果他拿選票給我們 叫我們贏 既變全社會 既變全世界 所以 這樣的總統有誰 不怪美國說 在美國的國內法 有一個叫做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 沒有聽過的請舉手 不要聽過 大家都不要聽過 台灣關係法是美國的國內法 全世界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只有美國敢訂一個叫做台灣關係法 胡錦濤他說 那個以前 以前我們還沒有成立之前 他都說 台灣是他們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你為什麼不要訂台灣關係法 你看看 全世界只有美國 跟台灣有什麼 有關係 什麼關係 佔領關係 因為我們是大日本帝國 台灣 被美國所佔領 一直延續到現在 中華民國只是 但是 藉由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委託他來這邊代管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 台灣關係法上面寫的是什麼 有沒有寫中華民國 沒有 他寫的是台灣當局 大家可以回去的時候 那叫少年 我們這些年輕人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看清楚 美國AIT網站那邊有 台灣關係法的一些法條 他上面寫的一清二楚 他們寫的是台灣當局 然後台灣當局是單數還是負數 他寫的是負數喔 所以他沒有說中華民國 是唯一可以代表台灣的喔 不是唯一代表 你可以回去的時候 大家 這個給那個年輕人當佳課啦 你回去的時候可以看 台灣當局是負數 再來我們來看這塊 相片 流亡難民 專用的 黨政軍眷屬優先政 避難的時候 防空洞他們優先使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這隻肉 這隻怎麼 這隻流亡 黨政軍防空時優先政 中國難民連逃難都有特權 連走路都有特權 這樣對我們台灣人是平頂還是處頂 自然 台灣人是 不是中國人 我們要不要向他好中 我們這個口袋來說 中華民國 民進黨 不敢面對的真相 中國國民黨 不敢跟你說的事實 修憲我們要來了解 我們台灣是什麼 主權在哪裡 要把各位報告 這個 左手邊 這是 左手邊這邊是 美國的司法部 那中間這一個是 大日本帝國天皇的天皇旗 我為什麼不用日本國旗 因為日本國旗大家會混淆 我這節課要讓大家知道 日本 不是日本 台灣 不是台灣 台灣是日本 日本是新日本 不是小日本 中國國民黨都叫那小日本 這是天皇旗 這是我們共同的象徵 他目前的日本人 日本人現在 新日本的日本人 他們沒有效忠天皇 他們的憲法把它視為象徵 新憲法把它視為象徵 那我們台灣人有沒有 有沒有宣誓過我們不效忠天皇 有沒有 沒有 所以我們還是日本人 右手邊 這個是中華民國憲法 大家可以看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 主權屬於國民權體 那我要問 我要問各位 知道的請舉手 美國的主權在誰的身上 知道的請舉手 在英國身上還有沒有 在州政府 在州政府 對 他是有50個州 所組成的聯邦 所以每一州 都有各自的完整主權 然後他當然更早之前 他們那個跟英國 打完獨立戰爭之前 他的整塊土地的領土權 主權是在英女皇所有 那英女皇借由 那個巴黎合約 還有西米市條款的一些效力 讓那個孩子獨立出去了 獨立打完獨立戰爭之後 獨立出去了 那美國所做的任何的 一些國際上的作為 英國要不要挺他 要不要 要喔 為什麼 阿伯你的孩子 如果向你發獨立 他帶我生兒子 向你發獨立 他敢去跟駕駛的發獨立 不會啦 一定跟你發獨立 你自己的孩子一定跟你發獨立 因為他大了 他要出去自己 自己 養母子 自己要去買家 自己要去養母子 不用接受你的保護 他生兒子 要叫你阿嬤嗎 要叫你阿公嗎 要不要 這個地方是沒有辦法切割完全的 所以美國跟英國打完獨立戰爭之後 雖然他們宣稱說完全獨立 其實那是完全獨立是只有 那個99%啦 還有留下1% 血緣上的關係沒有辦法去做切割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打完獨立戰爭之後 美國做了任何決策 英國都挺他 英國都挺他 不只是英國 英女皇不只是英國 英女皇一共有54個國家 包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是 美國的州主權在 美國的主權在各州 所以他們的死刑不是說 全部都一律都是死刑 全部都有死刑沒有 有的州沒有死刑 有的州有死刑 有的州有限制說 那上高速公路的時候 他的時數多少 那你跨越另外一個州 他的時數不一樣了 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是由各個有主權的州 所組成的聯邦 那大日本帝國主權在誰身上 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在日本天皇的手中 只有中華民國 他叫做流亡國 流亡國 他們的第二條就寫得很清楚 他們的人走到哪裡都擁有主權 中華民國的主權在國民全體 所以他跑到澳洲 澳洲變成他家的 他跑到台灣來台灣變成他的 他跑到釣魚台 釣魚台變他的 他們都是用這種思維在想事情 全世界就只有他 他主權在人民身上 所以他是光明真大的恐怖主持 光看他的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 主權在民 錯誤 是主權的權力 力量的力 在民而已 結果他不寫清楚 用模糊的方式 所以現在 很清楚的人 中華民國就是民民 日本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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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就覺得要去 插旗子 為什麼 為什麼他要去插旗子 因為不是他的 他才要插旗子 你會不會每天在你家插 宣示主權的時候 隔壁你給我聽得清楚 這段 你會不會每天去幹這種事情 不會 那只有誰會去幹這種事情 中國人 因為不是他的 他要跟他唱 後面 我們台灣很重要的地位 台灣現狀的地位是 日本天皇的屬地 美國佔領 中華民國 流氓政府暫時帶管 可是這暫時拖得太久了 他們有技術的拖延 藉由823炮戰 打了21年 說共產黨還在打他 單打雙不打 在演戲 在演戲 結果他們到現在還賴著不走 賴著不走 這是模糊 那美國有沒有縱容 美國縱容 就是因為美國縱容 我們台灣人 覺醒了 我們林博士覺醒了之後 我們才必須要 藉由 政治的一個國際法的要求 一個訴求 向美國提出訴訟 藉由訴訟去壓制他們的 牽制他們的一些不正當的作為 違反人權 違反人權 再來介紹大日本帝國憲法 大日本帝國的英文名稱 不叫日本 叫做The Empire of Japan 就像大英國寫 54個國家 他的名稱不叫做英格人 不是喔 英國是英國 那加拿大是不是英國 不是喔 加拿大是加拿大 澳洲是澳洲 可是他們是同樣一個母親 大英 帝國 就是大英國寫 裡面的54個 孩子 其中之一 沒有規定一個方法 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大英國寫的女皇 擁有54個國家 其中有16個直接效忠於他 有38個虛偽效忠 現在的新日本國 修憲之後 他是他有沒有效忠天皇 他是虛偽效忠 因為他把他當成象徵 他沒有讓他擁有主權的權力 力量的力 沒有讓他擁有主權的權力 把他搶起來 人家把他放到 人家把他搶起來 不准他講話 這樣有效忠天皇 沒有 確實是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大日本帝國 他的英文名稱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我要問大家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戰敗的是 The Empire of Japan 還是Japan The Empire of Japan 那The Empire of Japan 包括哪裡 包括朝鮮 南北朝鮮 包括台灣 包括日本 包括琉球 包括北海道 我們都是The Empire of Japan 我們都是The Empire of Japan 那我們的這部憲法 是在1890年的時候做成的 為什麼要把它制定一個憲法 因為那個時間點 我順便在這裡講給日本人 日本人 他們已經忘了自己是誰了 我順便藉由我們這網路媒體的一個播送 講清楚 天皇 明治天皇的時代 他為什麼要推 君主立憲 所謂的君主立憲就是說 原本的君主他擁有絕對的權利 他擁有絕對的權利 他那個叫做絕對君主制 他們 皇帝說聲就是聲 皇帝誤殺也就算了 皇帝擁有一切的權利 那人民能不能講話 不能講話 結果 天皇 皇室那時候流行一個叫做腦炎 日本腦炎 大家要聽過嗎 日本腦炎 那明治天皇他的孩子 他的大太太就是那個皇后 他沒有生 沒有生孩子 然後他取的那個算是那個玉典氏 典氏就是生了飛 他的飛 生了孩子一個一個的夭折 全部都是日本腦炎 全部死掉 死掉了 死到存什麼 存大正天皇 大隻而已 只有大正天皇有大隻而已 其他的全部都死 日本腦炎真的流行得非常嚴重 那天皇怎麼辦 我如果把一個國家 交給一個我的孩子 日本腦炎他智能不足 我如果交給他 國家會 剛才很大的危險嗎 會不會 會 所以天皇說 那我們 我們去看看全世界有沒有辦法去處理這個機制 就是 就是讓 後來他們就是去找普魯士帝國的君主立憲 學習君主立憲的方式 讓人民擁有決定政治的權利 當然他沒有擁有國家的所有權 就是國政權 還有政治權全部把它分開 那個國家的治理的部分交給人民自己去辦理 然後委託一個內閣總理大臣去幫他組織內閣 天皇 他就 擁有他 他那個有限度的權利而已 不包括全部 不包括全部 所以這部片話就是為什麼 為了說 因為大政天皇 你們怎麼知道大政天皇 他 得過日本腦炎 得過日本腦炎他智能不足 所以他在大閣的時候 他把他的天皇造書放起來 在國會殿堂的時候 拿起來看那些大臣 那小孩這樣 不能怪他 因為他生病 那天皇為什麼一定要交給他 因為沒辦法 賺到了 傳承的部分 可是他把這個 那個立憲 把那個憲法把它定得很清楚 人民擁有財政權 可比大政天皇去黑白幕的時候 你們人民不要給他錢 不要給他預算 他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了 然後 然後 等那個大政的孩子 就是育仁天皇 長大的時候 先讓他設政 設政完之後 等到那個天皇 自然的結束之後 然後 再由育仁天皇去做 原本 為了要解決這個事情 明治天皇想出兩個辦法 第一 就是推君子立憲制 自訂憲法 讓人民擁有參政權 第二個 他在皇室裡面 找出一個最優秀的 體系統好的 統有學問的 統好的基因 就是白白川公能久親王 那就是福建公邦家 的第九個孩子 身體的很好 人又援刀 頭髮又好 人又老 非常的好 就選他 準備要怎麼樣 散讓給他 為什麼 他自己的兒子他自己知道 大政天皇他自能不足 那就派 那能不能說 隨便就把 黃太子的位置傳給不是 他自己嫡系的 可不可以 不行 這違反皇室的條例 那怎麼辦 讓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建立戰功 那是怎麼樣建立 讓他來 那時候馬關條約做成的時候 我們台灣 被清帝國 丟給 大日本帝國天皇 那就請 那個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來台灣治理台灣 原本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然後在這個地方 全部把它建置起來 就是這樣 結果 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怎麼樣 叫我們台灣人給他台治 是在 台南 那個 那個 西拉雅的 那個土地 叫小龍社 小龍社 北門的地方 就是在那個地方 真沒 結果這條辦法 不心不通了 原本是要讓 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建立戰功 然後把 黃帝的位置 給他 結果這條路走不成 那只好怎麼辦 繼續讓大政天皇 當黃太子 那明治天皇 那個御駕崩的時候 就是交給大政去傳承 然後大政的孩子 就是御仁天皇 長大的時候 先讓他設政 所以 在御仁 當黃太子的時代 那個1912年的時候 那個御仁天皇 他已經成為黃太子 可是他有一個明顯 叫做社政公 為什麼叫社政 因為你爸爸都 智能不足 他只好代替他父親 代行社政 所以 他在1912年的時候 來台灣 巡視 他的身分是什麼 身分是代理天皇的 社政王 不是黃太子 他的職務是什麼 天皇的職務 是代理天皇的職務 不是很單純的 那國家的儲君 不是被位元首 他是天皇的職務來的 那國民黨教我們什麼 國民黨來這邊教 教導我們的教育叫什麼 嘉慶軍由台灣 嘉慶軍有沒有來過台灣 沒有 真正來台灣的是誰 福康安 福康安他是不是正皇起的 不是喔 因為正皇起的人 結果都騙我們台灣人 嘉慶軍由台灣 因為他有由台灣 所以他在國際法上面 已經有來台灣走透透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效治理 那是這樣 沒有 嘉慶軍 就是軍王 他沒有來過台灣 從來沒有 甚至說他黃太子的時代 也沒有來過 這就是造謠 真正來過台灣的 真正的帝王級的人物 有兩個 第一個 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 藝人天皇 其他有皇帝來關心過你們台灣人嗎 沒有 我們百多年前的時候 還很落後 我們是全世界公認的 海盜國家 人們剛才傳染的時候 來台灣 剛才傳染到風太太起來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救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台灣人很好心 剛才人家庭 我們就救 剛才對發生災害 我們就關注 我們台灣人關注第一名 全世界同愛心 不過你們知道 那是日本人幫你們交友的 我們百多年前 在馬關條之前 發生兩件事 一個叫做南甲之盟 一個叫做牡丹色事件 大家都聽過牡丹色事件 對啊 牡丹色事件的時候 就是他們外面的人來 叫我們台灣人怎樣 港台時 港台時 結果人 美國跟日本向全國抗議 全國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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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件事是 前後差四年而已 一個在1867年 一個在1871年 1871年 都是在交友戰爭之前 台灣人是什麼樣的生活型態 我們剛才在海南的時候 我們唱歌 全幫人跳了 跳回也好 我們台灣人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是全世界公認的什麼 未開化的民族 土著 不只是原住民 我們台灣人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把這個東西 當作是不對的 尤其是美國 向美國跟日本向 清帝國去抗議 兩件事 跟一個清帝國的大臣 叫做毛廠西 毛廠西怎麼說呢 生番 第一次說 生番既我化外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才之 那些是 那些是 你自己決定就好 第二次說 生番既居柔處 為王化所不及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才之 這句話是跟日本講的 既居柔處 什麼意思 那些都住在那些 那些像 沖山亞國的地方 那個王化所不及 沒辦法接受那個王化 那些 那個時間點 你們知道嗎 清帝國已經 占領台灣多久了 百幾年了 對啊 一百三十幾年了 結果 說這句話 百幾年你沒辦法讓台灣人 教育 為什麼 因為 清帝國的官 來台灣要做什麼 黑錢 三年官 兩年嗎 三年的官 人家 兩年他就落在那裡八百 都來貪污 都來這裡 六個屯肯區 來北施你們台灣人的稀金 把你們 冠上那個 漢姓 讓你們漢化 就這麼簡單 可是他們沒有給你教育 沒有教育 沒有教育 為什麼他沒有教育 你知道嗎 因為他自己就不會 因為他是一個 很弱武的一個國家 他們連人權觀念都沒有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我們過去的歷史 其實這個事情 發生在1867年的時候 南甲之盟 南甲之盟的條約定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現在的那個屏東 屏東出會 有屏東的 當時我們去唱一下 是不是有一個出會的地方 一個叫做南甲之明 南甲之盟的紀念碑 現在都在那裡 那個條約有沒有效 有效 那個條約現在存在 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裡面 存在那個地方 牡丹色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就是因為 台灣人過了四年之後 遇到海難一樣跟他搶劫 我們違反南甲之盟 所以才造成牡丹色事件 全世界都在看 那全世界 藉由這兩個事件 我們可以看出 很清楚的看出兩件事情 第一個 清帝國 他在國際事件上 公然的向全世界 宣稱 他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耶 因為他想什麼 升番既我化外 法語不法為貴國制裁之 啊 我怎麼會在那邊 這就別剩黑衣的 自己說的 這透過網路 那個國民黨 你也可以跟我說 看是不是 毛長師傅說過這幾句話 他說什麼 師言 什麼叫做師言 別剩黑衣 還不是一次 南甲之盟一次 過四年後 那個牡丹色事件 還一次 都是法語不法為貴國制裁之 這個小孩不是我兒子 要說的是 不說的是你們家的事 欸 就是這樣子啊 我們被 我們被中國放棄耶 中國沒有把你當成是他們的人民喔 齁 是這樣子喔 那所以 美國就選擇不打 那我就是建置 鵝鵝比燈塔 鵝鵝比燈塔 就是美國給你去的 齁 因為他們 發生船難 你們把人的船幫和船幫都會跳了 齁 好了 我們沒有認為這樣是不對的齁 齁 齁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這樣 第一件事就是這樣 第一件事就是主權 全帝國已經 在那國際主權 公然把你放棄了 第二個 連台灣人沒有人 這樣是不對的耶 你們知道嗎 我們沒有認為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百多年前的組織 百多年前才幾代而已 五代而已 我們國台前的組織 因為這樣是正確的耶 那 那些金髮我們已經怎麼搞了齁 真是把手抓剛好而已 那是人類的齁 當然說就是何老師會罵 何老師會罵 那我們是因為沒有經過教化 所以我們不知道這樣是不行的 要是日本給我們教養 用過十年的時間 給他們文化 給你們台灣人文化 甚至還對 那個歐洲那邊 那個統心的 生產技術 給你們台灣人歐 他有接受過工業革命嘛 有接受過工業革命 然後他還有接受過文藝復興時代的 革命耶 文藝復興時代就是什麼 學一些什麼 藝術 人要進化 要學藝術 結果你像我們 家裡有一個 男青坡 大家都要聽過嘛 春成坡 日本時代的很有名的畫家耶 他拜五的日本彩虎 結果他 一個人有辦法給他五個彩虎 他的畫風 全部都已經超越他們五個老師 全世界公文 他的畫風已經接近飯糊 很高興 禮拜的時候叫郭民藝 台詞 這麼年輕就是 不要再加到同步 我們台灣的 在那個 整個 世界人文的那個歷史上 我們都那個 陳陳坡 他的畫風 他的畫畫 他的藝術 會逼半骨骼 有價值 很高興 叫郭民藝 台詞 因為他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要說一本話 他要說一本話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個 君主立憲的背景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現在這部 明治憲法 叫做帝國憲法 也叫做古憲法 有古憲法 有新憲法 對不對 對 日本現在是 兩個憲法 雙憲兵力 新舊憲法兵力的 他的舊憲法沒有廢除 當成母法 後來做成一部 新憲法 是戰爭之後 做成一部憲法 所以有一個 戰爭憲法 也有一個戰後憲法 有一個新憲法 有一個舊憲法 可以 要值得注意的是 這部憲法正式的名稱 帶有大日本帝國的文字 不是當初的日本正式的國號 而是直到 昭和11年 就是1936年的時候 整個日本國號才正式 統一稱為大日本帝國 這是全世界所公認的 因為去登陸 有去登陸 要問各位 1936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 有沒有在大日本的架構裡面 有 所以我們這塊獨地 是不是大日本帝國 是 主要就是這個象徵意義 再來給各位看 日本帝國的憲法 一共有7章76條 很簡單 實在很清楚 不過很簡單 這是帝國憲法的本文 然後這是 讓帝國憲法本文生效的造書 我要請問各位 造書讓帝國憲法生效 請問一下 誰擁有法律上的優先權 造書比較大還是憲法比較大 講得簡單 造書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天皇擁有國家 大英帝國的女皇 伊麗莎白二世 她擁有加拿大 她擁有澳洲 澳洲的憲法 有沒有在加拿大實施 沒有啊 可是她有沒有同一個女皇 有 她有54個國家 所以她底下有54個孩子 54個孩子各自擁有54部憲法 所以是天皇的造書 讓憲法本文生效 所以天皇造書的效率 到於憲法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呢 藉由媒體 我們要做一些憲法的專家 自稱憲法專家 讓你們看清楚 不要用共和制去想 那個 那個 君主立憲制的台灣 所以我們台灣人是在1946年 1945年 在戰爭結束前的4月1號 讓台灣人 變成內地延伸 憲法實施的 職地 讓你擁有參政權 擁有參戰權 按照國際 國際萬國公法 不是國際法 是按照萬國公法的模式 讓你們擁有參政權 參戰權 讓你們形線 視為 內地延伸 視為憲法的內地延伸 所以 我們台灣人是 能夠加入大日本帝國 不是 不只是說 那個 那個憲法的會議而已 他的層級 甚至是到天皇造術 是天皇發佈造術 讓你們台灣人擁有的 這叫恩典 所以我們找不到 大日本帝國的修憲架構 因為他的層級高於憲法 高於憲法 大日本帝國的主權 在第一章第一條 就寫得很清楚 天皇擁有 那個大日本帝國的主權 然後第四個叫統治大權 有人在問說 啊不是都一樣 一樣 一樣不一樣 沒有 一個是 租款的收入款 一個是 第四條是租款的 通知貸款是什麼 管理權 一個擁有 一個治理 靠北一間公司 老闆擁有一切 結果他叫一個總經理去幫他 管理公司 啊我問你啦 總經理可以把所有的公司 包括土地 包括地商務 所有的金錢 全部都被摸摸走 可以嗎 不行喔 為什麼 因為這間公司 所有的權 不是在總經理的手段 總經理只是擁有 所有的統治大權 在這個時間點 天皇是要又一樣 還要擁有統治大權 還是擁有統治大權 再來 建政司機的統帥大權 戰爭的時候 誰是老大 既然有一個內閣總理大臣 他看所有的 所有的還是官員都要聽他的 不一定要聽天皇的 政治上的作為 全部都是聽內閣總理大臣的 那國家有了二軍耶 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要把他定清楚 誰優先 當然是天皇優先 就這麼簡單 那天皇 可以擁有任何的作為 如果遇到婚軍怎麼辦 婚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 你知道嗎 中國啦 中國的婚軍出床 他們的朝代 幾乎都是婚軍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中國 三千多年的歷史以來 全部都是在貪污 都是皇帝 天高皇帝遠 這幾個月在你講 連老所以他們的貪官汙利有夠多 天皇 為了要 割除 有這種發生的機會 所以他讓自己沒有這個管理 所以 天皇擁有所有的管理 包括租款 收有款 包括租款的管理款 包括任命大權 泰克任命大權 包括統治大權 和統帥大權 全部都在政府上 不過 很多東西不能給他 什麼東西 天皇可以做任何的決定 天皇可以做任何的決定 天皇可以做任何的主張 可是 都要經過帝國議會的核准 才能夠幹嘛 才能夠 撥預算給他 才能夠去執行 去動用 對 沒有錯 才能夠動用這個預算 已經要通過 所以 這個事情 我發生一件事 東春時 明治天皇 自己訂這個憲法訂好之後 結果你知道嗎 那個時間點 青帝國 北洋艦隊開始在建設 北洋艦隊建制的時候 日本很緊張 明治天皇 他買了 做成一個決定 我來 那時候還沒有 那裡做交流戰爭 我來跟英國 買那裡做吉野號戰艦 那時候 日本第一戰艦就是吉野號 他做成一個決定 我要向英國買吉野號 結果帝國議會總理大臣 帶他的財政大臣來說 我們現在的 人民的賦稅 我們的稅金已經繳很重 這樣 如果大家都在購物 大家都在 進化 都在購一些公益革命新的東西 還在購一些設備 不然我就購 那時候回到進化 你現在還要買一台紙 不要啦 不要買 叫天皇怎樣 潘仁峰下招數 我強迫你們要買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天皇怎樣 你不買 我一天吃一餐 絕食抗議 當然不是絕對 絕食抗議 天皇說 在這個吉野號 開回來 日本之前 為了日本國的安全 我必須要這麼做 那你們既然 煩惱說 我做 那個 那個開箱的錢 不然我自己 一天吃一餐就好了 後來帝國議會說 回去宣佈 向人民宣佈 讓那些餐廳回去講 講一講之後 變成怎樣 我們的天皇 要搖百度 也要把那裡做準備回來 有這個意志 我們給大家 比較辛苦 不過風帝在 風帝說得快 就像香蕉裡面的香蕉 不吃香蕉 不吃香蕉 不吃鳳王爐 會死嗎 會死呢 造成國家很大的災難 所以要怎樣 好啦好啦 大家比較辛苦 大家打招 天皇支持 不然這個 自己的好 再順利對 英國開桌的日本 我們對這裡 可以看到什麼事情 天皇 他擁有所有的權利 可是他沒有錢 就沒有辦法了 只能意氣用事 我都要跟他選前 我都要跟他講 問題他沒有錢 是說 就花花而已 哪有錢的時候呢 有錢的時候 就真的一平 能夠交付執行 所以 我們人民擁有的權利 在哪裡 財政權 財政權在我們人民身上 天皇你也可以 成為分軍也沒關係 所以要 大政時期的時候 我問各位 明治天皇 再來就是大政天皇 再來就是育仁天皇 日本有沒有 因為大政天皇 得了日本腦炎 然後變成整個國家的衰敗 有沒有 沒有 甚至他還繼續進步 為什麼 因為他管理高的人民 人民用 國家就用 天皇也對著用 這樣就好了 不一定你 天皇要多用 所以他把整理權交給你們人民 這叫做君主立宪 這叫做君主立宪 再來 現在 現在 現在的 日本 叫做什麼 現在日本英文名叫什麼 Japan 他是不是 The Empire of Japan 不是喔 然後整個大日本帝國戰敗 他有沒有參加 日本有參加 Japan是The Empire of Japan的一部分 可是他能不能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憲法本身 沒有喔 我在講這個英國關係 日本國的憲法是根據大日本帝國 The Empire of Japan 的憲法第73條 舊 舊憲法的規定 得到全面的修改 得到全面的修改 有沒有全面 的廢除舊憲法 有沒有 沒有喔 舊憲法目前還在喔 只是他們 丟著不用 他們用新憲法 那現在的新憲法是以舊憲法為什麼 母法 所以母法還在 那大日本帝國戰敗有沒有 憲法還在不在 還在啊 不然他怎麼當他為母法 對不對 所以我們 的那個 可以看到 日本國的憲法是在 1946年的11月3號公佈 在1947年的5月3號開始實施 他們的 他們的國家名稱叫做新日本 聽得聽好喔 天皇給他們一個名詞叫做新日本 不是日本喔 是新日本喔 那這個關係呢 在日本國的憲法第98條第一項 在大日本帝國有寫著啦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在大日本帝國憲法前所提成的法令 如果跟新憲法相違背內容的時候 新憲法跟舊憲法同時失效 聽好喔 同時失效不是說誰失效 同時失效 這個意思是說誰呢 只要沒有違反新憲法的內容 舊憲法有沒有效 有效 台灣會叫做新勒沒識 舊勒沒別 新的跟舊的那個法律相衝突的時候 以新的為主 那新的法令是延似於舊法令而來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天皇造書上面寫的東西 正基於日本國總體名譽和新日本建設基礎上 然後他就寫著 這個我不太會翻 因為我日本的造育不是很好 會翻了我自己翻 不會翻了我就沒有把它翻 直接把它寫出來 不過我看這個狀況是 類似說 他深深感受到那個 我們那個 各國的恩惠 受到各國的恩惠 然後那個要決議要繼續前進 那經過庶命醫院的諮詢 聽得好 這個就是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架構 經由大日本帝國憲法第73條規定 由帝國議會表決 這個都是程序喔 而且是舊憲法的程序喔 批准 看好喔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所以 現在的日本國的身材是什麼 修憲案耶 是不是自憲 不是自憲喔 是修憲喔 亡國 一個國家死亡了 才需要自憲 大日本帝國有沒有因為戰爭而亡國 沒有 確實是沒有 連憲法都還在 連憲法都還在 新憲法是舊憲法修正而得的 然後這是育民預期 是在昭和21年11月3號 下面是他的一些大臣的名稱 當然這些大臣有沒有效忠於他 沒有 他們是虛偽效忠 虛偽效忠 跟那個新加坡一樣 新加坡華人國家他效忠誰 效忠伊莉莎白二世耶 你絕對 你如果拿到那個國民黨 嘎盤起來 頭到頂的時候 哎華人國家耶 那一定是效忠華人 華人是誰啊 沒有 華人是沒有不具認的那個價值 他的國家主權是來自於 馬來西亞皇室 那是馬來西亞皇室讓他獨立出去 然後他 所以他二為效忠 馬來西亞 所以馬來西亞有事情的時候 新加坡會不會出兵幫忙 絕對出兵幫忙 為什麼 因為他的主權源自於他 然後馬來西亞是誰 建制主權的 由英女皇建制主權的 英女皇建制主權 當初是 藉由那個東印度公司 這如果說就比較太分了 你就知道說 馬來西亞是向英女皇效忠 馬來西亞是什麼字 知道請舉手 是不是共和制 是不是 我跟各位講 不是 他們是藉由 他們有好幾個國王 他們的國王是輪流的 用輪流的 一人做兩年 他們是一人做兩年的王 來把國民收錢 然後做一些慈善事業 就這麼簡單 鳳梯現在做這個事情 做慈善事業而已 馬來西亞有國王 而且是七個王 輪流當 一人做兩年 沒有人知道 你們可以去研究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它是有王室的 我也去過他們王室的門外去討 我當時都要結婚帶太太去討 所以知道這個事情 你們可以去研究 馬來西亞是有皇室的 然後他們 皇室效忠誰 效忠英女皇 欸 他們是帝制國家耶 沒有錯 而且是七個 王 輪流當皇帝 當完之後就是換你 教倫的啦 不用選舉教倫 他們國家的領土是 說得快 我們照那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 自然法的排序來講 英女皇 是馬來西亞的媽媽 英女皇 擁有馬來西亞 那馬來西亞 又擁有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是馬來西亞的什麼 孫耶 所以 美國是向英女皇 獨立出去的孩子 獨立出去之後 還是不是那五十四 五十四個國家的兄弟姐妹 還是喔 還是喔 他只是完全獨立出去 他是不用 扣英女皇的保護而已 他是說 我如果出事的時候 你不用幫我保護 你不用 過度的幫我炒煩 你不用幫我教育 因為我已經長大成人啊 這是這樣而已 不過 如果美國有事的時候 那五十三天 要去哪三天 所以 你們沒聽錯 新加坡 在今年 四月份的時候 讓美國最新的 無人戰艦 無人戰艦 那個 在那個 他們新加坡港 停泊五台 都在五台 第二 美國敢不怕 如果說 新加坡是華人國家不可靠的話 他敢不敢把無人戰艦放在那個地方 不敢耶 那無人戰艦怎麼操作呢 他是在 藉由軍事衛星 在 美國的德州那邊操控 他們開 人家在那裡在開 你知道嗎 在德州在開 全放在那裡 全放在那裡 全放在新加坡 藉由衛星 然後去指揮那一台開出去 把飛彈打一台 趕快開回來 現在人家美國的戰爭是沒有人的 無人飛機 無人戰艦 然後最新的還放在新加坡 你們覺得很奇怪 新加坡是什麼 華人國家耶 對嗎 李光耀華人國家耶 你們去看看他們是效忠於誰 他們是三圍 效忠英女皇 因為他是英女皇的孫 這要大家要清楚 說到這個 一些高修 一些說 做那個支撐石 所以日本修憲史的學者 他有來說 你想怎麼有可能沒有這回事啊 沒有這回事啊 後來沒有在看 天皇造書 這不是我自己公佈 這也不是我的意 這天龍下來的 這天龍下來的 另外意有沒有把他印出來 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 所以我請你們來日本的 還是學者 你們自己看清楚 自己看清楚 這是你們天皇白紙黑字 你們的新憲法 所做成的造書的生肖的源頭 還是天皇造書 就是剛剛講的這裡 再來日本國的憲法 簡單介紹 日本國的憲法 都在11中 100公3條 修憲後的日本新憲法 重點在於第9條 放棄宣戰權 然後並增列西方普世價值的 自由平等觀念 與男女平權 大日本帝國時代的憲法 女人是沒有權利的 女人是沒有權利的 女人沒有管理喔 所以我們台灣民進府 後面 可以直接把日本國的憲法拿來用 可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太太跟我講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太太比較大 台灣是女性 台灣原本就是母系社會 阿姑同大 你們知道嗎 嫁出來的時候都要請阿姑 對不對 要請母姑 為什麼要請母姑來坐大圍 因為阿爸放聖位 所以母姑同大 就是這樣啦 我們都不知道 說我們一個 我們都用一個漢聲 用一個那個漢聲 他也是去 他有其他人 他自己出去砸一家 啊聖段之後 要和阿姑做會 阿姑會來照顧 爸爸是外來這裡 表現不好的時候 帶出去 對對對 我們現在還有那個阿美族 我們那個阿美族 還有母系社會的 還現在還在傳承 女人最大 我不這麼講 回去沒有晚飯可以吃 女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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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 除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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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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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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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 不想他要叫什麼 要叫做阿瑟姆 當然他會叫啊 所以 後面 這是以前 後面 不會這樣 我沒有那些管理 這是我告訴他 這是自然法裡面 統好的一個方式 母系社會是自然法 讓男人 來挑男人 是統好的方式 這個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進化 你搶一個好的女人 不是說身體體財好 用 蠻力齁 用蠻力的話 用強迫的方式的話 大家也會效 對不對 你要搶一個 不能用蠻力 還有法度 還有法度幫助人 又有愛心的 那一種 才能夠進化 用這種模式才能夠用 不要用父權的思想 用那個 汉民族的思想 來放在台灣人 台灣沒辦法 我們竟然汙染了 好幾百年 男人是統大 所以我們台灣人 你說什麼 我們在家裡 在家裡 都自稱什麼 自稱什麼 如果兩個人在玩家裡 在 自稱什麼 你們爹 結果我媽媽都說什麼 你們爹 我你們祖母 老婆比較大 還是祖母比較大 當然祖母比較大 所以我回去都要乖乖 台灣人的 女人比較 比較人分 所以 日本的 憲法不能直接來 我要說 這是笑容 其實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的國際趨勢 已經怕到 女人的管理 和女人平定 不要說 其實是應該的 現在已經平定了 你要再用60幾年前 那個思想 裡面做也不行 所以要修 大家都是後面 有機會 要來做一個 我們修憲會議的 一個 那個要做我們的 參議員 所以 這個部分要麻煩你 第一條要思考 就是說 那個男女平權 要把它放上去 但日本 日本帝國 跟日本國的憲法 跟台灣有什麼關係 那個 我的課 不下課 我直接講到完 你要去洗手 你們自由 自由 你們自由 1890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1895年的時候 下官條約 台澎群島 永久割讓於 大日本帝國天皇 在這個之前 台灣人是怎麼樣的 座委 剛剛有跟各位報告過 南甲之盟 是在1867年的時候 然後牡丹色事件 是在1871年的時候 這都是在大日本帝國 之前 那台灣當初是 清帝國來這邊殖民 六個屯肯區 只有西半部的三分之一土地 其他三分之二的 東半部土地 包括中央山脈 是誰的 是原住民的 是原住民的 所以才派北派 川宮能久親王來幹嘛 來這邊 不是只有征服台灣喔 他所謂的征服是什麼 通婚 還有戰爭 要聽的 我幫你做親情 切大拳 大家切大拳 做親情 你兒子比我 你兒子比我 你兒子比我兒子 我兒子比你兒子 這樣 交換學員嘛 生下去的孫 不好意思 那你孫也我孫 你也不能說我孫 我也不能說你孫 不過這都我們的孫 有兩個阿公 他聽 這就是融合的 最自然的方式 通婚 日本人來這裡跟你們通婚耶 你們有想過嗎 日本那時候已經 經過公義革命了耶 他們是亞洲最先進的國家耶 我要問各位啦 你們會歧視 你們自己摸著良心自己講 我們現在台灣開放很多越南 印尼的新娘 你們會不會打從心裡面去歧視他 有一點嘛 當然是有一點 我跟你講 自然的 這是自然的 因為他比較散 你沒有人同意嘛 你如果知道歷書之後 你會知道說 我可以這樣做 人日本人 不是把學生 來這裡帶媳婦而已 人家 家女兒來這裡 這些事情 國民黨都不說 我們都不知道耶 所以很多原住民 很多原住民 在身上的血 有日本貴族的血統耶 而且他們不是隨便派耶 他們派的什麼 日本王族的貴族 華族應該叫做華族 我們看到華不是中華民國的華 華就是身族上都穿那個水衣的 叫做華 華麗的華 華族 就是日本的貴族 他們是派貴族來這邊跟 我們當初有二十幾個族群 原住民二十幾個族群 跟他們通婚耶 所以很多日本人身上有日本的血統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很多 日本現在的那個年輕的 那個年輕一代 很漂亮耶 皮膚是白色的耶 那是怎麼這樣 要給各位報告 那是日本的血統的因素 那是日本的血統的因素 那你如果看 古早時代的那個 像日本跟古早前的相片 那個相片 就不是像現在的輪廓了耶 比較像菲律賓那邊的 所以我們已經經過進化了 那我們是在 1895年的時候下關條約 下關條約的時候是 什麼因素造成的 是因為甲午戰爭 我要問各位 大家知道甲午戰爭 不知道的人請舉手 不知道要怎麼走 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就是 朝鮮為了朝鮮 清帝國跟 大日本帝國兩個交戰 他是為台灣人而戰嗎 不是喔 他是為朝鮮人而戰的一個戰爭 當然後來是因為 清帝國 光緒皇帝打敗了 他被打敗 他被征服了 所以簽下了下關條約 那他 現在你拔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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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臺灣把我堵小 堵戰爭債 結果 欸 臺民家三分之一的而已 三分之一不是耶 要怎麼辦 那只好藉由征服 所謂的征服不只是戰爭喔 通婚也是征服 可比我就是叫我太太征服 沒辦法有孩子 我們臺灣這裡 女婦人要客氣 我們被女性征服 所以有孩子 再來 這就是那個女婦取得的來源 馬關條約的時候 那個女婦國民黨都跟我們說是 清帝國各讓李鴻章 各讓臺灣給日本 那是這樣 不是喔 上頭八爪黑衣 甚至還有人 社會來唸 你都黑白說 馬關條約這不是這樣說的 馬關條約第一條有誰說是 那個大清帝國大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黑白說 我請他自己去看清楚啦 而且我把這些東西放在維基文庫 大家都知道 在網路上維基文庫 你要適時才能夠放上去喔 如果不是他會被版主拿掉 這已經放差不多一年多了 都沒辦法拿下來 表示實質的 上頭我可以給各位說 那是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即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 定下的合約 被兩國及臣民重修平和 因為戰爭要怎麼樣 握手言和啊 還不可以一直戰下去 不行了 戰爭有個結構就好了 所以 在他的前沿 白爪黑他就下出來 後來請那個王有儀 請他去日本 日本下官士 還有一個 當初是馬官條約簽訂的一個 那個餐廳 現在又在營業 下凡樓 春凡樓 春凡樓 叫做春凡樓 有關係 不要說我們都學不會說 這是屬性 現在那個地下還放在那裡 再來 1895年 到1925年 都在20年的時間 一級櫻翁年就是 生來安獨行 生來安獨行 浴宣 也有我們說 打拔年獨行 我先拜可能不聽 打拔年就是浴宣那個地方 有的說什麼呢 說的魚青方事件 魚青方事件 大日本帝國全台政府 這就是 大日本帝國軍政時期 結束的那一天 就是西來安事件整個平定 平定下來 花了20年時間 有沒有戰爭 有 有戰爭 有沒有坐下來 原住民是用切那個 因為切大片 我們平定人平保祖 在學人 和民族在切大片 有台山底有沒有 有耶 所以 國民黨的中常委 一個叫做廖萬榮 我和他的名字都搶出來 他很有錢 說如果做台灣的烏鋼大王 你有很有錢 你如果 我如果說了有五差 你可以跟我告沒關係 你可以告我 不過這是你去年自己說的 去年五月邪來自己說的 原住民很多都是雜種 他為什麼說我們原住民是雜種 你們知道嗎 大家都聽一聽尊豬好而已 這怎麼可以這樣說 跟我們說雜種很沒人道 我來告訴他 不是雜種 而是貴族通婚 你們 我們原住民 台灣的原住民 不只是台灣的貴族 而且是大日本帝國的貴族 他們當初是派了他們的貴族 來跟我們這邊的貴族通婚 我問問人 如果你是皇帝 你是王族 你敢不敢把雜種 嫁去一個 地位不相當的地方 沒有 大家也是要門當戶對 對啊 所以 他派了很多的郡主 公主 去怪你們的女婦 女兒 那給我 那給我 那給我做警察 我這個雜種 吃得漂亮 給你做媳婦 用通婚的方式 他說 結果大部分都是通婚的方式 讓他自然產生的 所以這軍政時期 需要時間 是什麼時間 自然融合的時間 不然要聽話 人家要拚的 那就要打 因為 白紙黑衣在這裡 白紙黑衣在這裡 馬關條衣在這裡 他跟我說 真的老闆跟他說 你就要順序外 還要幫你抬 沒有 人家沒有這樣做 所以很多的原住民 都有日本貴族血統 正確的講法是這樣 這是國民黨 中常委廖萬榮 法名都把他抬出來 他說的 幾年說的 他就說這幾個書 他就是侮辱人家 他就說雜種就是說 就不純了嘛 為什麼還要給原住民補助 他就在說 你們原住民很多都是已經 他說得很快 雜種 我說不是雜種 你們是貴族 而且不只是台灣的貴族 而且 是日本皇室的貴族 王室的貴族 不是皇室是王室 王室 所以你們地位跟琉球的 三個王一樣大 我們的原住民是這樣 所有每次上課都要問一下 有沒有台灣貴族 你們聽不懂 的話 我要用你聽得懂的話去講 因為我必須配合你 我要尊重你的身分 這就是去年 國民黨的廖萬龍 講 當然他可能可以準備錢來幫我 沒關係 我等你 再來 1915年到1945年的3月31號 過幾天就是4月1號 我們就是實施憲法 這段時間 台澎群島黃民化 訓證時期 你們沒有穿衣 我給你衣穿 你們不會說國際議員 我給你賀日本委 你不會生意 你們都用講的 你們的歷史都是用講的 都不記錄 我教你們記錄 給你們賀儀 給你們教育 全部都給你們 和日本人一樣 日本人學生 我們就學生 這個訓證時期 教育 不只是總和 學員上的總和 還讓你教育 也順利幫你教 後面 金髮來你認證的 那上台灣的時候 舉風起為好 那表示人家遇到穿衣 不能再跟 春帆人跳下去 跳下去 像帝國百幾年 不跟我們教 日本跟我們教 讓我們變成 進化 從土著變成進化的一個社會 這個時間點 我們台灣 是全阿州 僅次 日本的 最先進 算是最先進的一個地區 其實也是台北地國 我們就是台北地國 再來 1945年 四月坐大日本帝國 天皇造書 讓台澎群島人民 擁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參政權有誰呢 有大部的三少爺 林憲東先生 一個選擇 他說有派了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他說八個 然後參戰權 有個代表 這就 沒說給一個人知道 我沒有告訴他 大家要聽過張風旭嗎 張風旭 他爸就是叫做張三中 張三中 張三中 他就是當初 代表台灣人 大日本帝國台灣人 去向天皇拿了一把武士刀 叫做天皇 遇刺配線 那就是參戰權的代表 所以一共九個代表 一個參政權 八個參政權 一個參戰權 就張風旭為了要鼓他自己 沒有 他如果說他跟日本人二百 就跑到台北地 他必須要歸順 那是被脅迫的狀態之下 那是被脅迫的狀態之下 不是大家人都很忠感 我現在很忠感 我不一定 怎麼有我兒子的 像我這個勇敢 所以我這台就要 撥起來拼 所以不妨等我兒子 我兒子反正 不要弱弱 我就 對台灣的事情 我們就放不下心了 所以我們 如果有這個意志 有這個堅強的意志 我們成功的事情 我們要勇敢打出來 忙忙後代 出來問問 什麼 忙後代就好了 結果他沒有後代 還假的沒假怎麼有後代 很奇怪 台澎群島成為 大日本帝國的固有領土 內地延伸 這是憲政時代開始 很多法律 憲法 國際法的專家 都忘記了一件事情 4月1號天皇造書 生肖的時候 台灣的總督府的官制 改變了 很多人不知道 4月1號之前 是殖民地 必須講是殖民地沒有錯 4月1號是殖民地 之前 都是殖民地 那台灣總督府 藉由國際上的那個 皇室的那個拓殖權 只有皇帝才有的拓殖權 拓殖權是在皇帝的身上 所以台灣總督 在憲法生肖之前 台灣總督由誰派任 天皇派任 天皇派任 因為只有天皇有權利 指定說 這個人幫我做拓殖權 那4月1號之後呢 由國務院總理大臣 去派任就好 因為台灣已經是內地延伸了 已經變成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 不需要了 這個人 已經是我們日本人了 所以 日本的總理 我委託你下去管就好 所以 在 舊戰和平條約 他講的 all right 什麼 在那裡所謂的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台灣總督府的官司派任權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時候台灣總督府的官司派任權 由天皇轉移到內閣 這個很多的專家 包括政治學者 都漏糕了 你不知道這是什麼含義 對 沒有錯 而且他的懸空 等一下跟各位介紹 他的懸空割讓模式 跟各位介紹 再來 1945年的8月15號 大日本帝國投降 美國軍事佔領日本 琉球 台澎群島 然後 台澎群島由美國 麥克阿瑟一號普通命令 蔣介石指派陳怡來代管 我這裡有一個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的原文 包括英文版 你們可以 有興趣的話你們可以傳閱 他上面很簡單的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他寫的什麼呢 他有沒有寫說台灣要送給中華民國 沒有耶 所以中華民國你是什麼東西 你幫我 幫我 幫我 這是麥克阿瑟一號命令的原文 還有他的英文版 他的那個翻譯版 我首先給各位報告 1945年9月2號 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全文如下 盟國統帥總司令部指令第一號 依據1945年9月2號 日本天皇及日本 帝國政府的代表 然後日本大本營所簽署的投降條件 應對日本國的軍隊 然後寫了一些說 那我們要把這個天賦書 給各位看 然後請那個 那個 那個 日本的 鎖部的 的那個 軍隊 大家都要服從訓令 就這麼簡單 麥克阿瑟說 天皇的命令在我這裡 你們看得清楚 上面怎麼說 就這麼簡單 他也沒有說台灣要送給誰 沒有耶 結果他自己在那邊發揮 這白紙黑衣的 你也聽好看 前面是英文版 後面是 中文版 我有跟 有這裡 網路上有幾個先拜的翻譯版 來 過來的天賦書就是天皇 跟大日本帝國的大本營所寫的 他上面只是說投降耶 只是說投降 有沒有說要割讓 沒有耶 甲午戰爭的時候 台灣是不是戰場 不是啊 那為什麼割讓台灣 因為台灣 因為台灣不是他 身上的東西 不是他的器官 是他掉在那裡的東西 不是他 不可以放棄的 而是他掉在那裡的東西 是可以放棄的 那 我們這邊 只是戰敗 有沒有 寫說那個台灣要割讓給誰 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一件事情 馬關條約 為什麼發 是怎麼樣發生的 是因為甲午戰爭 那甲午戰爭有沒有把那個清帝國變成日本 沒有啊 因為 為什麼 國際那個 萬國公法 戰爭法有一個共識 戰爭不能轉移主權耶 對不對 所以馬關條約做成的時候 裡面有包含 那個遼東半島 遼東半島是什麼地方 是那個清帝國的榮心之地 是他們原本祖先的地方 那可不可以割讓 不行 要用遼南條約 遼南反反條約 還給中國 還給中國 還給中國是還給蔣介石嗎 不是耶 還給誰 埔怡 是還給埔怡 不是還給蔣介石 那蔣介石是什麼 蔣介石是中華民國 南京政府 的叛軍耶 這有時間的時候 我們再研究這個問題 回後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研究 再來我們來介紹 1945年10月25號 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 行線機關 被蔣介石 的成餘解散 在哪裡解散 宣布解散 在中山堂 待會兒怎麼看到 任何的國家 不能介入別的國家的內政 中華民國可以 解散別的國家的地方政府嗎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耶 我和我 我和我太太王家 隔壁的工人 你們兩個 那個解除婚姻關係 可不可以 關你客屁的什麼事情 是不是 美國如果說 那個加州的州長 去得罪了那個英國 那英國的女 那個女王或者是他們 那個總理大臣 能不能下一道命令說 那個把 那個 加州的那個 那個 州長把它給廢了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啊 那個 澳洲 的那個 總理可不可以去廢了那個 日本的 那個 那個 北海 那個東京都的 那個都 都知事可不可以 不行啊 那最近我們東京那邊 TOKYO那邊 那個東京都知事是十元聖太郎 中國人很討厭他 那你這樣證明為什麼 不要下一道命令說 把 東京都的那個都知事 把它給廢了 可不可以 不行耶 這是全世界最好的 最最最最最好笑的事 當然對我們台灣是很可悲啦 蔣介石的 軍 的那個誠意 把台灣總督府的總督給 解編 你莫名其妙喔 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交戰國 你跟我打仗 你還不知道我是跟你是不同國嗎 很清楚嘛對不對 結果他把它解散了 再來 這時間點 日本都還沒修憲 再來到1946年初春 日本國 草擬修憲 草擬而已 只是拿出草稿而已 讓天皇看看 你沒請請問 你先看看我上面有什麼 後來 大日本帝國天皇 尋性 日本國政體國境 親自就地踏勘 日本國的政體 這是新日本喔 大家可以注意看 天皇下來是什麼 是台日本還是 修日本還是什麼日本 聽得好 新日本 所以你們現在的日本是什麼日本 新日本 不是台日本 所以你們日本人已經不是日本人了 你們日本人是新日本人 國民黨說你們小日本 我不會這樣跟你講 不過你們的大錢比較小 你們膽子比較小 比照馬關條約的模式 就地大勘 馬關條約的時候有沒有就地大勘 有 他派誰呢 陸澳中光還有那個 李晶芳 李晶芳就是李 他派誰 親自就地踏勘 什麼意思 訂蓋子 可比我們要買賣土地 我的土地要賣你 還是你的土地要賣我 我們要去訂蓋子嗎 當然要啊 你不是整地都要送我 你整地要送我 我也要去留 看看 這個給蓋子到哪裡 要去訂蓋子 是不是 這都要訂蓋子 要去給蓋子 叫天宏 請先去就地大勘 這個時間點的天宏 有兩個身份 法理上有兩個身份 一個是新日本的那個象徵 新日本的象徵 然後因為他的憲法架構裡面 新日本的官員沒有效忠於他 日本的國民沒有效忠於他 所以他不能夠派新日本的官員 那大日本帝國因為戰敗 他的官員切腹自殺了切腹自殺 被東京大審判抓去 判死了判死 他也無關可派 所以 辛勞 招了之後 老闆要自己做嗎 老闆自己做 老闆自己做 所以他就自己去親自就地大勘 日本國的政體領土範圍 比照馬關條的模式 法理上的兩個天皇交割 再來 1946年的11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 簽署同意日本國修憲架構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修憲詔書 日本國的政體脫離大日本帝國的政體 只是脫離自治而已 只是政體脫離 國體沒有脫離 有沒有包括台灣澎湖 有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天皇沒有來這邊走透透 天皇沒有來這裡走透透 天皇有去沖廈走透透 也沒有 他有去走去主島 主島就是韓國共獨島 有沒有跑去獨島 沒有 所以獨島 他沒有去走透透 日本國要回來要不回來 要不回來 那北方四島被俄羅斯 現在佔領 還在佔領中 非法佔領 因為他把日本人全部趕走 然後他派人在那邊做 他派軍在那邊做駐紮 那是違法佔領 那日本國為什麼要不回來 因為日本國不是大日本 那日本人 一九四年的十月分 中華民國 政府 因為被毛澤東政變成功而流亡 毛澤東他們的國慶日是10月1號 所以他們就是10月初的時候流亡 正式流亡 藉由內戰未結束狀態繼續賴在台灣不走 因為他再怎麼樣 都是美國麥克拉斯的盟軍 那我們台灣人 繳走到這樣 怎麼繳走到這樣 我們再怎麼樣善良 我們繳給日本人繳得非常善良 現在我們關係都第一名 你們台灣人最愛心的 全世界都看得到 再怎麼樣 我們還是敵對狀態 那823砲戰一共打了21年 不是打了823號那一天 也不是每年的823號才過天要打一仗 而是那個823砲戰一共打了21年 相信在州有很多 先輩你們都去做兵的時候 有去堵了823砲戰 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後來的戰爭又規定說單打雙不打 你們都知道嗎 你們都知道嗎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本來去查詞了我才知道 因為我沒做兵 我沒可能去做他的兵 因為我台灣人沒可能去做他的兵 單打雙不打 演戲欺騙全世界 美國的模糊政策 也是從這個地方開始的 美國縱容他耶 他真的不知道說他們是在演戲嗎 跟中國國民黨跟共產黨在演戲嗎 他們很清楚 藉由內戰未結束的狀態 賴在台灣不走 然後 然後全世界就是那個 那個都都在看說 還在戰爭 所以 國民黨如果回到中國的時候 會騎往台 所以為了人道 這不要讓他回去沒關係 繼續打台灣 安撲全世界 美國也有參與角 然後他為什麼只打金門馬祖 沒有打 台灣澎湖 21年的時間 難道沒有辦法打台灣跟澎湖嗎 我跟各位講 絕對有辦法 可是他為什麼不做 因為按照戰爭法 這塊土地還有澎湖 是大日本帝國的主權領土 然後美國軍事占領中耶 全世界都知道這個事情 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你如果周恩來敢向 台灣或者是澎湖 甚至是澎湖 開一槍的話 等同對誰宣戰 對美國宣戰 對大日本帝國宣戰 然後美國一旦參戰的話 英國會不會出面 英國這個媽媽 她就帶53個兄弟 全部都會來講 所以不只是美國會參戰 而且是英國後面的媽媽 她帶著53個孩子 一起來打 所以我們要看清楚 那一直以來 那是金街祖在保護我們台灣人 我跟各位講 不是 是美日安保條約 美國跟日本 日本她是主權的義務 她 雖然脫離了大日本帝國 可是這一塊土地是天皇的 她還是對她有義務啊 還被你兒子 還被你發獨立 他自己要出一家 結果你老了的時候 他敢來照顧一下 唉呀 為什麼 因為他生這樣 也是你照顧的 是不是 就是這樣來 這是義務 這是主權的義務 什麼叫做義務 你們知道 義務就是 你養你兒子 有給他收錢嗎 有給他照飯 等於說 你這飯都吃幾碗飯 全部都把他記錄起來 阿弁大了 做一次跟他討 我們就這樣做嗎 沒有人這樣做的啦 他所有人 通告計劃的人 也沒有這樣做 養兒子是義務 不好呢 不行 不是應該喔 大家要改喔 這就是相對的權利跟義務 有喔 你把這個孩子 用義務的方式 你幫他 教養 讓他住的時候 等你老的時候 不做了 換你的兒子 要幫你反撲 這是來自於自然喔 不是說 孝道是中國人的天性 我就鬼啦 全世界都這樣 自己的爸爸媽媽不孝不孝 對不對 這不是孝道不孝道的問題 全世界人都有這個共識 只要是人類都會這樣子做 在1952年4月28號 就是這樣和平條約 日本國的積田帽 放棄君主立劍式的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片面切割喔 日本政府 自治於大日本帝國之外 我要請問大家 1952年的日本的積田帽 他的身份是大日本帝國 還是日本國 只是日本國喔 就像加拿大 如果一個人跑出去說 你們這些人都不用跟我插 我要來把那個人 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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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插 結果他自己去插 戰敗的如果只是加拿大 假設啦 如果是加拿大 那整個大英國血要不要賠償 不用耶 如果這個戰爭是整個大英國血 進去打的話 那大家要不要奮力奔根啊 可比我們原住民 我們這次有台灣貴族嘛 我們抓到山豬的時候 可不可以獨吞 不可以耶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有粗道力啊 沒有辦法有道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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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有粗道力的人 大家都可以分一杯羹 那當然 打敗戰的時候大家也要分擔 他是雙重身份 然後他是那個 他是大日本帝國的那個 他們的舊憲法還在 因為剛剛有看到是修憲架構 他沒有把它廢除 而是修憲的架構 用新憲法 自治於外 大日本帝國於外 所以現在日本是 大日本帝國的自治區 然後他們甚至還加入 聯合國耶 當初誰打敗大日本帝國 聯合國的前身同盟國耶 結果我們的兄弟 日本國已經加入了敵方陣營 繼續來壓制我們耶 大家有沒有看清楚 就是這樣來 我們可以看 他叫說他 吉田茂是日本國的總理 他在那裡有大日本帝國的委託書 沒有喔 所以我們在就算和平條約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全部都寫的是JAPAN 是只有大 大日本帝國裡面的JAPAN這一塊土地 包括他的憲法 實施之地喔 是只有日本國的新憲法實施之地才有喔 所以他去向俄羅斯偷 北方四島 甘土有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說 麻煩你回去看看清楚 拜託的 你不要說 去向韓國 韓國最近李銘寶去上校吃便當 他說 他的聽說 不然你也看我的配樂 我叫親比性 你不要來我主導我們日本的傳統領域 李銘寶說你回去看清楚 看什麼清楚 天風靠我幫你申請 天風靠因為新憲法做成的時候去申請 沒有耶 那塊土地 天皇沒有畫給你日本國耶 所以你日本國怎麼要都要不到啊 為什麼 因為 你只是 但是 就他請問說 加拿大你再怎麼大 你只是大英國寫 五十四個國家裡面其中一個 你能夠代表整個其他的五十三個兄弟嗎 不行喔 不一樣喔 大日本帝國 跟日本 就像 大英國寫的 就像大英國寫跟英國一樣 雖然他有共同的主權者 可是 那是不同的層次喔 不一樣的層次喔 再來 1972年 5月15日 大日本帝國的留給民進府改善 編入日本國 崇神縣 我們可以做一看 這個地方 大日本帝國 新日本 新憲法的新日本 在1946年的時候做成 然後切割出去 獨立了 自治了 然後1952年4月28日 去簽署舊新山和平條約 他不代表大日本帝國 這邊有一個證明 他自己就證明了 他叫七二年五十五歲 十五歲的時候 留給才獲得自由 如果說大日本帝國的 如果說那個舊新山和平條約 有包括 琉球的話 那為什麼琉球 沒有 同時在1952年的時候獲得自由 而是過了20年之後 才 1972年5月15號才獲得自由 因為 古今山和平條約 只有新憲法的新日本有效而已 其他 除了那個地方以外 其他大家都在台北 大日本帝國這邊 包括台灣 包括新南群島 所以日本國兵俄羅斯 要北方四島 要不到 像 韓國要主島 要不到 通通要不到 那 因為新日本憲法 所規定的主權領土範圍 不是整個大日本喔 不是整個大日本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結論 但日本帝國 The Empire of Japan 他是戰敗 有沒有滅國 沒有 他的憲法都還在 他國家還在 人民也還在啊 只是人民被四分五裂的 用那個政治因素把它拖出去 韓國 主權獨立 誰承認的 誰承認的 日本國承認的耶 韓國朝鮮得現在的主權 來源在哪裡 就在和平條約 對 是因為日本承認他獨立的喔 問題是 日本他有權利承認嗎 他沒有權利喔 因為他1946就脫離出去了 那1952的時候 他根本 沒有 跟天皇有直接的關係喔 也沒有委託權喔 那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因為戰敗 然後 被取消 沒有喔 沒有被取消 然後台澎群島 沒有因為任何法律文件 包括就是和平條約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而是日本國脫離日本 大日本帝國架構 提早獲得自由 所以我們台灣人 有先輩很早就知道耶 結果他們買也不去運作 有夠兩次 我知道我記得有夠兩次喔 1986年到1972年 就像中華民國退出國的時候 還之前 早幾年1956年的時候 九三個 我記得九三個兩次喔 都在東京那邊 我們台灣人去跟日本 討什麼 討日本的國籍 討沒有耶 討沒有 為什麼討沒有 他們沒有跟你說原因 我才跟你說原因 因為 他們在1946年已經不是台日本了 他們已經脫離開 那個 做 大日本帝國 他是新日本 他不是能 他不能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就靠北說 加拿大可不可以幫澳洲 發行他的身份證 不行 為什麼 不同國家 不跟國家 就算是同樣是大英國 同樣是同一個老婆 同樣是那個 伊莉莎白二世的女房的 孩子 可是你的國家有你的國家的方式 我的國家有我的國家的方式 甚至說 馬來西亞是皇制國家 紅帝國 馬來西亞有種 對不對 不一定是共和制的喔 加拿大是共和制的 然後 那個 那個 那個新加坡也是共和制的 總統制的 然後 馬來西亞是不是 不是耶 馬來西亞是皇帝制的 他也是君主立先 他也是君主立先 所以我們看 所以我們台灣人 去跟日本討國籍討國籍 是怎樣 因為人很清楚 他們很清楚 他不是跟你說說 我們日本人已經不是日本人了 他是沒有這樣跟你說的 其實他的心態就是這樣想 現在的新日本已經不是大日本 那你們是大日本帝國架構裡面的人民 那 你們能不能幫 幫你們給你們日本的國籍 不行 因為不敢說 他已經獨立出去了 已經放棄所有大日本帝國裡面的管理了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看 1972年的5月15號 琉球政府因為帝國台澎群島被佔領 沒有主權 只能夠加入聯合國的日本國 提早獲得自由 目前全國民調只有 局限打敗新憲法之地 就是現在的日本 目前的大日本帝國主要政體 剩下誰 剩下我們台澎群島 剩下我們台灣民政府 我們台灣民政府 就是大日本帝國的唯一政體 本來有幾個孩子你知道嗎 五個孩子 一個叫做北韓 一個叫做南韓 一個叫做日本 一個叫做琉球 一個叫做台灣 如果要再算清楚 跟八海島也有算 六個孩子 大家跑光光了 大家都沒有 大家都不背戰爭債 結果剩下誰在附戰爭債 剩下台灣人在附戰爭債 美國的國內法 台灣關係法 上頭下 美國有提供 給台灣 防衛武器的義務 聽好義務 就像你子女兒 不要義務 義務不要收錢 不用收錢 結果中華民國怎麼 我女兒 一年都變了一兩千 你買武器 我們台灣人 在默默的在幫 大日本帝國還戰爭債 那台澎群島目前是 大日本帝國為了河長 河長有什麼好處嗎 當然 我們吃苦吃了六十幾年 好不簡單 但新南群島在發展到 很大量的醬油 僅至於波斯灣 全世界只有沒有人跟你唱 只有你的 波斯灣還有二十幾個國家在分 那你們台灣是 全 全世界最大的 產 產油地區 不要說國家啦 產油地區 你們台灣人 真的有像 產油國那麼大的 豐厚的那種資源 那種權利 沒有 不過我們現在 要清楚我們是什麼 我們是 台日本帝國為的 貨長 當然我就用這個利益 去講給日本人聽 他們要回來 他們要不要回來 他們自己選擇嘛 他們要怎麼樣呢 因為 就他們也不是我們台灣人的 是天皇的 我們 現在全世界 只有什麼人在 好中天皇 我們台灣人要好中天皇 因為日本已經 八爪黑衣 叫天皇 像一個 新憲法的教書 說來我和你無關 你阿伯不用跟我插 我們台灣人都這樣做嗎 沒有喔 我們只是被 國民黨打麻醉針而已喔 我們現在馬俠已經拿了 要清洗了 清洗了 清洗的時候 結果發現到 阿娘的 後院 一大堆的 那個 烏金 酒油 酒油上面還有一件可蘭兵 可蘭兵 你對當兵 把口對塞兵去 還過五年後 這樣五年後 還過五年後 當兵又發出來了 為什麼 它下面有細菌 細菌然後它會吐出 那個液氧化碳 那自然 因為壓力還有溫度的關係 自然在海床上結成一層可蘭兵耶 全世界只有我們那個地方 取之不盡 用之不解的資源耶 那比酒油更好耶 酒油是抽抽的 乾的就沒有了 那裡面一大堆細菌 都在光呼吸 在交換那個 那個液氧化碳 那就是一大堆的那種 可蘭兵在那裡 固態兵 可蘭兵 夾丸 夾丸 夾丸什麼東西 所以日本聽了聽了 要回來嗎 要 韓國聽了聽了 要回來嗎 我不知道你們自己決定 啊 劉急咧 劉急是我們來的耶 我們不能同樣去 來請 劉急跟我們做好的啊 因為大日本 大日本帝國憲法造成的時候 劉急已經在大日本帝國裡面了 1936年的時候 叫做大日本帝國嘛 現在是整個那裡是渣時的 因為 劉急的軍事佔領權 被賣 被轉移給日本 你聽好啊 現在的日本是 跟立聯合國的日本喔 所以是美國佔領者 轉移給 那個同為佔領者身份的日本政府喔 押押我們的兄弟 押押我們的劉急而已 他只是賣他的那個 那個 用三億兩千萬 美金 轉移那個佔領權而已 只是轉移佔領權而已 對 可是 違歸是應該在自我麻醉 對 那個自我麻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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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移過去已經撐出去了 對 撐出去了 而且他又把 我們把弟兄弟還給他拐出去了 對 劉急可以拐出去了 問題是 新日本 這個領土範圍裡面 要不要實施德州的 的那個州法律 要不要 不用 德州的法律要不要去 德州要不要去實施 奧克拉荷馬州的 那個法律 不用啊 為什麼 因為 司法性有一個地區性 侷限它的範圍啊 那大日本 那現在的新日本憲法 是在1946年的時候所做成 1972年5月15號 劉球 回歸 其實不是 他是轉移占領 轉移占領 回到 沒有 不是公投 不是公投 是由美國 賣給 把那個占領權賣給 那個新日本 對 現在新日本是什麼新聞 他是同盟國 所衍生的聯合國 的議員耶 所以 日本要回來的時候 要怎麼回來呢 他要廢除憲法 而且要 退出聯合國 齁 這大家可以輸購啦 沒關係我們回到這個 輸購這個問題 我順便給你們看 你這個問題 我等一下跟你解答 這裡就有了 所以 我們在那裡搶聲 說台灣是什麼 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起來之後 不敢再說了 說什麼 核心利益 核心在哪裡 中國國民黨 就是他的核心 利益在哪裡 他們就是兩岸交流 跟台灣錢 陳友好就開了第一炮啦 你們 台灣人的 要做 那個 要做工 你們要做工做好事 沒關係 要做工和老婆的錢 都把你搶出去 陳友好去幫你戶盤 那如果 當地勢把他搶去 中國去搶 你們台灣人 好 當地勢現在在台灣哪有 沒有 你們的退休金 可以拿去買那些東西 阿公務人員 做你賣清洗 繼續他做 一樣錢 國民黨幫你搶他 一邊一邊搶 甚至憲保費都幫你搶 對啊 全世界 只有他這樣而已 我們台灣人 甚至現在 你們有聽到嗎 說阿祖 中國豬仔的那個阿祖 那個阿祖 不要說什麼 他們的學生小孩來台灣 如果只有 兩萬五 三萬五 對 甚至三萬五 我們現在筆合生 我們稍微豬仔退 我們稍微豬仔已經筆合了 筆合三個年 吃頭 一塊月你知道多少錢嗎 兩萬二 阿祖 中島有賺 老闆出 暗到早上 要在家裡吃阿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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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耶 兩萬幾塊而已 阿祖 結果他們的學生來這裡 不用做工作 有東西而已 你這樣兩三萬塊 阿祖 我說要把他納路建保 你怎麼看得到 他們沒有在六歲金 我們要幫他拍 吳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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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什麼意思 我可以說 他可能剛才去講到不清楚 那人做 老闆 好啦 我們不要說他 反正我們知道就好 他還要這樣做 你們台灣人 還不清楚 要做工 你們都不來上去 做你們都不來上去 我們大家做得慘 大家做得慘 還不想翻 人家已經請問答案 跟這個程度 說給你們聽 你們還不想翻 再來 我們在家搶什麼 搶到慣時 我怎麼搶下來 日本 不只我們在日本 吳秉日本國 現在 做野田 野田你的日本國 琉球 百風速度 祖島 新南群島 都是我台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剩下而已 剩下而已 剩下而已喔 阿油 什麼人本 沒有人要跟你本 現在他們要回來 我跟各位報告 要回來 我說完 待會兒我們來看 我們本土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本土台湾人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純正的大日本帝國皇民 所以我們用我們日本時代的戶籍成本 可以拿到台灣民政府的什麼 身份證 這個身份證是什麼證 你知道嗎 皇民 當然是TW的那個 class才有皇民 因為為什麼我們在日本 我們拿得到日本時代戶籍成本 我們卻拿不到 清帝國的時代的戶籍成本 因為清帝國沒有把你們台灣人 當作是人 他們沒有把你當作是補背 含你的名字 他就班長把你抄起來 要生 要死 要在你 法語不法 為貴國制裁之 這個小孩不是我的小孩 做你把他抬 做你把他吞打 沒關係 做你用錢把他打開 沒關係 這就是清帝國 但日本帝國 一個一個一個都把你頂起來 所有的都把你做出來 所以我們來 就是日本時代 給我們 日本人天宏 用他的名字 台日本帝國 給你們台灣人加立 你們台灣人 一個一個 都是台日本帝國天宏的寶貝 一個都不能老家園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我們的身份證 我們不只是要切割 很多人 38年來的那個難民 流氓者 流氓國的難民 我們回國說 我們要知道我們是誰 知道自己是誰才能 得到爸爸的財產 我們不能去任別人做爸爸 像我還在台書企業做工作 我是王英勤做爸爸 王英勤才會把財產領我 不會 沒有關係 怎麼會 所以 到現在還在政治聯絡 在做努力 到現在在 替日本帝國行政很多 到現在還沒有簽署 後面貼獄 行政很多 行政很多 美國 當初是占領台灣 結果美國現在一年 都拿錢幾億 台灣人的錢 他們那些豬子怎麼有在落錢 沒有 不好意思 我還說 那個用華語要罵 這不好罵 台灣關係法 上面規定說 他有那個協防台灣的義務 義務就不用給錢 那為什麼還要稅金 為什麼還要買武器還要錢 既然是不用錢的 為什麼還要拿錢 那不是在還戰爭債嗎 對嗎 對嗎 當初是日本 那個戰爬之後 戰爬之後 戰爬之後要跟背人 戰勝者 做戰爭債嗎 要喔 是不是 當初是日本和 變相 對啦 日本和全帝國 打完交友戰爭 要不要賠償 要啊 因為我的阿兵哥被你殺死了 我現在是戰勝者 你把我背 美國當初是招 日本 台日本 那個 做台式的 那幾十萬人 我沒有正確的數據 我還不記得正確的數據 四十幾萬人 我還記得 受傷的百幾萬人 這些人 什麼人在背 美國政府用他的稅金先背 美國政府不用幫你 台日本 帝國 受戰勝者嗎 要啊 什麼人要放在家 你跟台式 你要跟背嗎 要啊 戰爬這就是要跟背 戰爭債 一樣的意思 不過我們有辦法背嗎 我說 我們在戰爬的時候 我們 台日本 帝國 有資源 有沒有資源 有沒有礦產 沒有喔 新南群島那邊的石油 是最近才有技術下去探勘 那個時候 我們不知道說 那很多油 其實兄弟 沒有開台我們台日本 帝國 台灣人 他還有一層 現在我們這褐蟻整個都是油 全世界最多 所以 現在全世界都要愛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最近南海那裡 有20幾個國家 台灣演習 一開始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菲律賓 他和那裡是科牌石油 英國科牌石油 但是用一個豬油港 做一個專油平台 結果他的油港插出 哪裡來 哪裡來 因為他帶我們隔壁 他漸漸落下去 整個都藥頭 沒有油 結果那個公眾插出 插出我們家來 頭條 結果怎麼樣你知道 中國 一旦海間船 過去看這個經營之後 你現在當頭條 就把它撞到 基本就這樣來 這白空 晚上他頭條而已 外人也頭條 這大魚人頭條 我們這裡法務部這邊 有研究 現在在新南群島 酒餅 的油港 都整個 油 1100個 你把我們頭條 我們頭條 不過油 不是太多 可蘭兵才是可觀的資源 源源不絕 那細菌自然會產生 所以我們說的戰爭債就是這樣 明明都不用給錢 哪有用我們台灣人的稅金再付錢 當然要清算 你給我收這60幾年來 我已經給你放多久了 放多少了 你不用清算嗎 要清算 那如果清算 我們台灣人不夠的部分 還可以 有沒有東西可以賠 有 我以為我賠 你可以來給我打合用 不然我台灣也沒有開採技術 不然你 美國的公司你來開採 你看我多少person 做你的真情勢 比昨天黑衣笑清楚了 你不要給我撈過界 是不是 可不可以撈過界 不行 撈過界要不要討回來 要 所以我們到時候也要來清算 到時候要來清算 很多的東西 這都是轉型正義的架構裡面 所以 剛才我們這個先輩就在說 日本 有在黨 我們台灣民進黨才說年外 日本那邊有在黨 哇各位看 沒什麼在黨 你們可以看 這黨驚多低俗 食原生態的人 說什麼 177你知道嗎 這也右派的 日本國的憲法無效宣言 什麼你知道嗎 177說 新日本憲法要做什麼 廢除 還有另外一派 這也右派 這日本國的憲法 這還用得不好使 全黨全都不好使 日本國憲法改正草案 這當時用的你知道嗎 今年4月27 4月28號 4月27號 我們4月27號 在日本的高力學校 那裡 縮完嘛對不對 我們有些先輩過去 今年的事情 4月27 日本 帶四的人 日本自由民主黨這邊 你們可以跟 看這個東西 我這裡 我這裡只印日本 所以你們可以傳閱 如果有教育你們就自己印 都從四個前首相 一個叫做麻生太郎 一個叫做安倍晉三 我們的團體就是安倍晉三先生 一個福田康夫 一個生喜郎 一共四個前首相 他怎麼樣 自由民主黨家 這就是日本國憲法改正草案 改正 這你們可以傳閱下去看 改正什麼 我簡單介紹你們可以看 裡面有一些文字 你可以看 改正什麼 三個大方向 日本的主權 新日本的主權 愛向天皇 第一條 日本主權 天皇所有 第一條 第二條 現在的日本 日本 現在新日本國民 像效忠國家 他沒有效忠主權 所以天皇是 那個國家主權 然後 那個日本人要效忠元首 要效忠天皇 他們沒有效忠天皇 你們台灣人在這 聽到你們的 我說日本人 也說 這樣 原來我沒有效忠天皇 這裡有一個將軍 我們日本有一個將軍 這樣 我 既然做那些兵 我不知道我沒有效忠天皇 他效忠國家 可是 天皇只是國家的象徵 沒有效忠 他只是二維效忠 即是 象徵而已 像 大元國寫裡面 五十四個國家裡面 三十八個國家 是虛偽效忠 他只是一個象徵 沒有絕對的權利 對 對一個國家的法庭 在東京裡面 黃區裡面說 不准說話 當然是沒有啦 跟日本 所以 他們就 我們的論述出現了 日本這裡 右派那邊 一個實驗生態人說 要廢製新日本憲法 一派說 要修正新日本憲法 通言人 以我的立場來說 我的認為是廢除比較好 而且他們要退出聯合國 他們都已經提修憲了 不知道可不可能 其實 美國是最大的因素 美國如果願意就願意的 當然 對 我們如果沒有出現 他們會去做這個事情 我們如果沒有出現 他們會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你知道嗎 他們沒有效忠主權 他們就沒有辦法去挖 新南群島的友 不然這部憲法 這部新憲法出來的時候 不會叫我們民進府的人 不會說 你眼睛只看著照片而已 你眼睛只看著錢 蓋著 蓋著錢 蓋著你蓋著 你中國國家的體制都沒有做 你只為了這個 你效忠天皇 因為這個名字 是新南群島的 照片是什麼 不是我們台灣人的 是天皇的名字 那天皇的 天皇 天皇准你開睡 你才可以開睡 他要效忠天皇 問題是 我負責 我們台灣人是負責 現在我只有那個東西 政治籌碼 可以跟你說 而且也不是要跟你說 還要跟美國說 戰爭還沒賠 所以日本大得 再來我們最近的消息 對於來是什麼人 什麼人的 給流亡民國 流亡國 流亡國自己說 這是一個感謝狀 中華民國第八年的時候 福建省 有一個那個惠安縣的漁民 郭河順等31人 被風浪 吹到那個 日本帝國 聽好喔 不是新日本喔 是日本帝國的 沖繩縣八重山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我現在要跟日本人聽 請問一下 你們日本 現在的新憲法 有沒有包括 1972年5月12號 才回歸的流球 沒有 那跟我們台灣人一樣的地位 所以對於台是誰的 日本帝國的 不是日本的 然後你為什麼現在可以管 你現在能夠管的原因是 因為 美日安保條約 美國撤退了嗎 美國撤退了嗎 美國到現在都還沒撤退了 他的軍事機率在哪裡 沖縄啊 第七艦隊在哪裡 你看在 現在新日本 那裡做那個 那裡做那個 橫徐河港裡面 所以 美國哪收撤軍了 沒有齁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 叫做姚家雲 警議長 康慎雲的議長 現在還在聽中國民國的 做薪水啦 所以媚者良心說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美國 佔領啊 我跟你說 美軍 現在 起來的第一時間 我一定派兩個人家 前面都給你顧起來 讓你看到 就是讓你看到 讓你看到齁 怎麼可以看齁 中華民國這裡有寫個感謝狀 他就感謝說 我市民走去在日本的 沖繩縣八沖山峻 尖閣列島 那個地方 剛才有避難 你感謝你們本人幫我幫助 在這裡給你感謝 中華民國自 那些 長崎領事 逢免 免的 免的免 民國 九年 五月二十日 八爪 黑衣 所以 中華民國 沖繩縣的 間隔圈島是誰的 日本的 是日本帝國的 所以這 免得多 這就是東西 免得可以來幫忙 再來我們 定性檢查他們時間的問題 我們 稍微講一下 日本承認朝鮮獨立 並 予以放棄 對朝鮮 半島的 激州島的 聚文島 玉林島的一切權利 民意要求 他上面寫的英文版 這是英文版 英文版寫的是 日本還是 日本還是 日本 還是跟天皇有關的 什麼 沒有 只有寫日本而已 他是寫日本 生人而已 在日本哪有生人 所以韓國是誰的 喔 我沒有說你說的 不過聽說 因為中間有一個轉折期 就是說 波斯坦宣言 有把這個部分 要求皇室去做 當然 我要跟各位說 日本天皇在1946年 11月 他做什麼簽完那張照書之後 等同被 新日本 關在 日本裡面 他做的任何 國政行為 都無效 這小澤說的 不是我林鄭翔說的 小澤 他那個前首相說的 他是左派的 他自己說的 對啊 我跟他這條話說起來 1946年之後 天皇就什麼權力都沒有的 你能夠去承認嗎 而且 這個朝鮮 是你 大日本 自己生下來 沒有 這我說 我不用 我說 事實上你看 日韓皇室合併條約 這條約到現在還有效 人家當初是交友戰爭之後 這個朝鮮本來就是 那個叫中國的附屬國 結果青帝國為什麼 懦弱不堪 然後貪污要死 然後又不夠先進 結果人家看到日本 喔 阿娘的 那受過 做文化 文化 文藝復興時代的人 大家都穿得很多 大家都非常有禮貌 大家都說的 都是 那些做 先進民民人的 會議 他們的生產的東西 包括生產的 技術 全部都統身的工業革命 日本 如果這樣朝鮮 要繼續做 清帝國的附屬國 不會 結果 喔 如果做附屬國 來做日本的 喔 所以日本 的方式 就把這個 做他們主權 完全託付給大日本帝國 所以 韓國 朝鮮南北韓 的主權在誰手上 在 韓國的皇室手上 然後 他是韓國皇室的親生兒子 然後 他做的 因為我很生氣 你知道嗎 結果 王爺竟然很好 不然 我兒子給你吃 你不要 你不要把他當作外人 你把他當作雍主 所以要把各位報告 養子跟益子 差在哪裡 養子擁有 繼承權 益子沒有繼承權 養子沒有 來叫你 甘 甘 甘爸爸甘 甘媽媽的都不是 甘媽的 甘媽的 那個都不是真正的 父子關係 都不是真正的父子 真正的父子 真正的父子 是養子關係 沒有血緣 可是 去鄉做小孩 這個有沒有繼承權 有繼承權 劉雞 當作是 就是 拜託 他做一樣是附屬國 他是去依附 做天皇 然後請天皇 把琉球 當成是自己的嫁子 一樣 你如果戰爭 我和你作為出政 你如果 要花錢 我一樣給你花錢 我如果 那個問題 你來幫我報告 這樣 這個 朝鮮部一樣 朝鮮你上頭怎麼這樣 誰說 我的人民 你當作你自己的兒子 一樣 年後 你如果 要戰爭 你就派我的人出去 直接給他 那個參戰權 跟參政權 你就當作自己的人 就對了 就是這個 我跟這段 講完 我閉兩分鐘的時間 我們可以看 因為時間的問題 這講什麼講不完 所以 我們來看 第一條 日本生理 朝鮮獨立 不是台日本 第二條 日本放棄台灣 那不是台日本 不是 這是日本 北爪奧 我來第三條 日本放棄千島群島 到1905年9月獲得庫月島的部分 那跟俄羅斯一平之間有關 剛才有什麼 是安排給日本 沒有 日本 第四點 日本放棄 國際聯盟委託 那個 統治相關一切 全力 全力 其實是全一個力量的利 一個利益的利 不用寫到這麼多 我是一支部槽都把它通過來 同時接受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所委託 信任 信任委託統治的安排 是日本而已 不是台日本 再來第一點 這是南籍 日本人 走到南籍去探險 那裡 南籍有他們 一些地方 跟他們一些名氣 一些研究設備 對不對 日本放棄 台日本 中國也有放棄 沒有喔 見白的是台日本 還是新日本 新日本 日本 東東來 這日本人 看著眼睛都很長 差不多牛肉 三倍大 對不對 我們說這裝可愛 日本放棄 對南沙群島 及西沙群島的一切全力 全力 全力名義 及要求 Title and Claim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s Title and Claim 這東西 日本放棄 結果在誰 天皇那裡 1946年10月3號 天皇簽署新日本憲法生效造書 形同新日本自此日開始 脫離大日本帝國架構 1952年4月28號 舊金山和平條約 簽署者 及田茂身份 已經是脫離大日本帝國的 新日本總理 沒有辦法 代表整個大日本帝國 簡單說 舊金山和平條約 只對新憲法施行的新日本有效 其他大日本地區 有沒有效 無效 天皇有沒有來走透透 沒有來 很好 我們第一次感謝他有來 第二次感謝他沒有來 台灣人 做那個 那個 就是這樣 到底是要來好 不好來 好這樣 很矛盾 再來我說完 我們再來研究 1945年 建牌是中國大日本 1955年 簽署和平條約 比較是 新日本的區域而已 中國一個 日本1946年 脫離大日本帝國 加拿大可不可以代表整個大 那個 大英國協去簽訂什麼 跟火星人的那個戰爭合約 當然是火星人是虛構的 如果真的有的話 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 再來 我們 再說完 太平洋戰爭期間 駐大日本各國領事撤回 這個 這個時間點 沒辦法做那個 因為我們要做 那個 TITLE CRIME 都要正式的文殊王返 結果戰爭的時間點 大日本地區 沒辦法做正式的文殊王返 是怎樣 因為各國大使撤回 對不對 對 結果有一個人 全世界都厲害 我現在看 可能歷史上 我對他最崇拜 這人叫吉田馬 很厲害 沒有辦法 按照那個國際法 那個萬國公法 所規定的那個領土擴張 有效程序 沒有辦法跟交戰中的各國 進行正式的文書交涉 欸 卻在1952年的4月28號 就算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所有的A到F 補完成這道程序 我今天要怎麼證明說 我不要和我太太 曾經有過合法的婚姻 曾經擁有 如果生下的孩子 就真的是永久了 那離婚 如果拿不出結婚證書 因為政經中 那我都 去做 那個定義 那我都去全世界的統計說 後來我們家吃蜥蜥 來我們家切大拼 我們家要做 做 我和 那個 我和這些所在要做錢 沒辦法 因為政經 政經 那我都 我都切 我都切大拼 所以譬如說 那沒有辦法 證明 要 聽好喔 只是要證明結過婚喔 我拿不出結婚證書 我可不可以拿出離婚證書 可以啊 我如果沒有跟我太太結過婚 我怎麼有離過婚 對不對 48個國家全部都簽署 日本放棄 結果他跟誰結婚 他跟 天皇結婚 然後跟天皇已經在1946年離婚 然後 生下的孩子 那個時間點 那個時間之內 生下的孩子是誰的 戰爭期間沒有辦法去做 宣打的在哪裡 天皇的首宗啊 我和我太太 如果在在戰爭的時候 生下六個孩子 從A到F 結果全世界 都沒有辦法定義 他們在戰爭嘛 現在 我都已經 和他們切斷關係了 不然說 這六個孩子 總是要定義給我靠 不然我太太 我就要離家出走 日本要離家出走 我要去跟別人做朋友 要去做戰勝國 其實什麼人在做戰勝國 台灣人被迷惑說你們是戰勝國 我真正有人跑去當戰勝國 誰 日本 所以 日本人 很痛 我跟別人都很痛 所以 1952年的 4月28號 第二條A到F 是放棄條款 重點在於 新日本放棄 卻沒有說 轉移給誰 我和我太太 兩個生的孩子 覺得說 那是 要給隔壁的老王 那不可以 我白紙那是就可以 不過我沒有管理 我只是說 那孩子那些做監護權 那不是他只有他的 那還有天空的 所以他放棄 都在哪裡 我的孩子 如果聴我放棄的時候 什麼人在刺 我太太刺 當然要怎麼說 不然還沒說 孩子是我太太的 重點在於 新日本放棄 卻沒有說明 轉移給誰 全世界都沒有得到啊 有說 我今天要把這個東西 給你 不會把他給他 說我要給你 結果我沒有給你 你能幫我告嗎 可以 我如果說我要放棄 我要等到而已 我如果說要交代給你 沒有 我等到我有真的等到嗎 有啊 我真的等到 我就提醒你合意 就是說我等到而已 問題有說要給你 沒有啊 有說要給隔壁的中華民國 沒有啊 到後面那裡做 1949年才出生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啊 五千年的文化 看到貴啊 五千年 那你們有包含 元朝 那元朝自古以來沒有海軍 想清楚 沒有海軍 怎麼來的海上脫子權 那你們怎麼有船跑來台灣 所以那都騙的 簽署的48個國家 留下白紙黑字 證明 就是我們和平條的 第二條 A到F 在1952年的4月28日之前 曾經是 新日本所合法有效管理的地區 那既然是 曾經有 那生下的孩子 我放棄了 會不會不見 不會啊 在誰身上 在我太太身上啊 我只是離家出走而已 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 台日本帝國戰敗 730萬的台軍 撤回 那個歷書上 中國的歷書說有一個叫做 空名的 說12戰群雄 他有戰敗啊 不然喔 他們只是對等的狀態之下 12戰群雄 我們就跟 喔 那個空名很厲害很厲害 台日本帝國戰敗 台日本 新日本的吉田帽 還有發財 就像和平條的 48個國家的豆腐 還有發財 開槍匹圖 這樣吉田帽厲害 還不厲害 我相信這六個子 是我的子 不過我 你們都要 你們來證明 我來放棄這六個子的 那個 放棄這六個子的 監護權 那我是不是曾經擁有監護權 我放棄監護權 其實是那個監護權 給我太太而已 剛剛有說給我什麼人 因為監護權是兩者共有 不是 不只是一個啊 我看我太太結婚 誰在監護 我跟我太太一起監護啊 就這麼簡單嘛 所以 吉田帽 用戰敗者之之 還能夠在就戰和平條約 開疆匹圖 一個吉田帽 贏過730萬元 日本台軍 時間的問題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感謝大家 謝謝 請客立 請客 謝謝 休閃十分鐘 請客